MING PAO PERSON Kristoffer 欢迎す請 要不要打贏 MING PAO MING PAO MING PAO Hello LeeTv的讀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曾競華 我平常穿搭 我平常穿搭 那其實我就是自己覺得好看就好了 或者是我自己覺得舒服比較重要 對 那我可能就是會以一些比較簡單一點的配色 然後去做一些搭配 那今天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我們今天在DEL BONG的它的包包裡面 其實也有我很喜歡的概念在裡面 就是有一點簡單 但是又帶有一點獨特性 有一些小巧思以及一些時尚 一些精緻的地方在裡面 穿搭我是覺得真的 自己覺得舒服最重要 就是因為夏天又是一個很炎熱的天氣 所以盡量以自己舒服舒適的穿著 然後自己喜歡的顏色去做搭配 我覺得如果能再帶上一點小包 或者是帶上一點手袋的一些配置的話 我覺得其實整個造型就是很簡單 但是你又知道你要把你的重點放在哪裡 對 對 但夏天我是很常穿短褲 對 現在其實很多人也非常 就直接穿短褲出門玩 然後搭配上一件很簡單的T恤 對 但它的重點可能在它的鞋子 在它的包包 或者是在它的帽子上 或者是它的襪子的顏色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看自己喜歡怎麼搭你就怎麼穿 對 像我今天我非常喜歡一個包 它就是 它叫做通沛 它是今天 Delvon裡面的一款新出的包包 在這裡 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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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這一個 它其實是一個這個嘛對不對 太平洋藍 它是一個有點藍偏灰的顏色 那因為我很喜歡海邊 所以它其實很想表現的是 海邊跟天空的一個交會的感覺 所以這個顏色我非常的喜歡 它叫太平洋藍 其實這個角色 我那時候可能 我覺得我可能講錯了 它不是一個頹廢 它是一個 有 只是 命運比較坎坷一點 就是人生的命運 出生的時候 就比別人少很多東西 對 所以在生命的考驗 它有 它有比較多 面臨到 困難的時候 對 那我覺得 這個角色 它的態度一直都是很 很 很 怎麼講 我覺得 它一直都是一個不願放棄 但是 它覺得 在這個世界上真的太邊緣 就是邊緣到 它覺得已經好像沒什麼意義 的一個角色 所以 我覺得它不是頹廢 對 它並不是一個頹廢的人 它是一個找不到目標的人 對 那 你說要怎麼走出角色 其實 就是 在拍的過程中 其實 我就是盡量的 讓自己 維持在角色的 那個生活狀態 以及它的 情緒裡面 對 那到拍完的時候 當然需要一段時間 那 我可能會需要 家人朋友 或者是 一些 生活上的 細節的改變 然後去重新找回 自己原本是誰 或者是自己原本 是一個什麼個性 什麼習慣的人 對 那 需要 時間 或者是 需要 一個 空間 讓你去完成 對 所以 很多演員說 拍戲玩 會想出去走走 會想 去 戶外活動 會想去錄影 我覺得這些都是有幫助 對 其實我覺得 這一定是非常多演員 想要挑戰的東西 對 我們不可能都只想演 帥或好看 或是 一個 很討人喜歡的角色 我覺得 真的有很多角色 那一個 那一個邪惡 那一個討人厭 或者是 那一個醜陋 是 需要 演員發揮很大的潛力去完成 對 那我覺得 我很想面臨這種挑戰 但 我演過的角色 我也不會排斥 因為 每個階段的 我表現出來的狀態 都不一樣 對 你去表演這個角色的狀態 也都不一樣 對 所以 再挑戰一次 或許會有不一樣的呈現 也會有 不同年齡 你表現出來的一個 角色狀態 欸 可以說 這應該有什麼想法 欸 欸 我這 我 我剛殺星完那部有一點悲喜劇 對 但喜劇有分太多種類型 所以 呃 你挑戰不完 對 當然 能接到喜劇 會 需要皮繃緊一點 因為喜劇真的非常難 嗯 所以他比陰暗的角色更難 我覺得 喜劇對我來講 那一個節奏的 節奏的拿捏跟 呃 那一個自然感 對 是比 你去演一個陰暗的角色還要難 對 就是你必須讓 這一個東西好笑 可是 是 讓觀眾 發自內心的笑 對 不是 你所 去設計出來 對 那些那些東西我覺得 那很憑 激進表演 跟你 現場的 觀察力 對 那些東西我覺得 呃 真的是 是一個滿大的挑戰 願意 對 當然 當然願意 對 呃 你不可能 一直保持著現在的你 對 你可能會改變 你可能會 變醜 有一天你可能會變醜 你有可能變胖 然後你有可能 開始酗酒 都是有可能的 對 所以 嗯 不設限 真的不設限 �� 才能 對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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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